陳彼得兄弟,現在我們想和你一起祈禱 主呀,我們很恩惠你今天判了陳彼得兄弟入獄十二年 我相信陳彼得兄弟一定心情愈悅,非常開心地接受這個判決 因為這只是顯示主你的大能,將陳彼得兄弟安排入獄十二年 令世人以後再不會相信風水這些邪說,有來真神之道 令陳彼得兄弟的生命更有意義,將來上天堂更愉快 所以他入獄那一刻一定是非常愉快,尤其是通貴那一刻 因為他實現了主交給他的任務,阿門 就是陳彼得兄弟這件案幾年前,一出的時候我已經斷定到今天了 大家可以聽聽他是風燒燒還是燒故聲中,我已經斷移了秋長 但是今天要講的,除了為陳彼得兄弟祈禱之外,下次會為世伯,不要少會為你祈禱的 整件事,其實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的判詞 之前我也有懷疑那種遺囑究竟是真還是假的,最初我奠定了遺囑是假的 後來我想想,那種遺囑又可能是真的,但最後我看到最高法院的判詞 有兩件事,是將釘放到陳彼得兄弟的棺材那裏,因為判斷自職真偽,從來只是一種藝術 他不是一種科學,那陳振聰這件案是怎樣呢,這個是我的猜想 這個叫蕭氏猜想,陳振聰想到一件事,他是用他的影響力,叫龔如心寫了一份 即是把一點錢給他,讓他幫他,繼續可以拜他,或者做一些積陰德的事 那張,龔如心給他那張,是一個給陳振聰一筆錢,但那筆錢只是以千萬計的 而這張遺囑,他又叫龔如心,你因著別人挑戰 然後叫兩個人,包括一個律師,來做證人 然後就說不要曝光我和你的關係,內容不要讓他們兩個看,到這裏大家明白嗎 有兩個證人證明確實有一份有關遺囑的東西簽了,而他們是看不到內容 你明白嗎?然後,他根據一件這樣的東西,去偽造一份遺囑 而是小心到那張新的遺囑,他沒有碰過,沒有他的子毛,沒有他的DNA 你覺得你不能夠,最後輸起來,都不能指責他是偽造 還有,那兩個人沒有看過那張遺囑,不能夠否定那張遺囑是偽造的 有兩個人堅證,那張遺囑是一個律師 這個很明顯就是根據上一次龔如心和他加工打官司的判決來度身訂造 那個判決呢,因為終審法庭就判決,既然有證人簽來,證人又沒有說那份是假的 你就不能夠說那份遺囑是假的,簽名對不對呢,有一點點不對呢,可能是病,可能是什麼 就是這樣,整件事是不是很聰明呢? 整件事是很聰明的,是怎樣都能脫身的,其實是 那為什麼我看見那兩眼棺材釘呢? 真的,這些事情,又要認識到forensic science 最後兩點是proof了我beyond reasonable doubt,這份是假的 第一就是證人口供,就是打了兩張紙,那兩張紙就搭上 叫那兩個人來簽名,第一,這兩張紙是搬了三個地方 是龔如心簽完,叫一個證人簽,叫第二個證人簽 那個,龔如心那邊的監禁的人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兩張紙如果沒有劫死的話 是不可能的位置是侮辱過的,你明白嗎? 在這個搬的過程中一定是退了一點點的,上面那張紙簽名的答印 除非兩張根本是搭上簽的,而是沒有移動過的 這個和現場的口供證明是完全不對的 就是說,三個人遞來簽那張遺囑,一定不是現在拿出來的遺囑 我真的覺得難以辯鋪,這一點是難以辯鋪,這一點是難以辯鋪 這一點是難以辯鋪,這一點是難以辯鋪,我就是這樣說的 是打完幾張紙出來,是沒有接狠的,口供說,三個人簽 那個科學鑑證明是入信封,接了之後才簽的,即是怎樣? 因為這張簽的不是當日傳的那張,現在是可以檢查到 你究竟因為有一個接品在,是簽了才接還是接了才簽 這個不是很熟悉科學科學的人,是想不到的 這些細節,真的要很專業才想到,整件事已經很細心 當然我認為龔如森其實都是偽造遺囑,他那張遺囑都是假的 所以就導致陳振聰這樣做,根本是那張拿來打的遺囑 是陳振聰有份想的,以及陳振聰最後是想著分你一半 你那班兄弟姐妹,怎樣都不敢跟我打官司,暴露出我和龔如森的情慾 你都要為你姐姐的聲譽著想,他估不到天地有正氣工人心 你明白嗎?這件事又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那些小妹妹是嫌棄到這樣的情況 是死都不敢分錢給她,承諾打官司 你說暴露到舊了,我姐姐都死了,她生前又沒有分錢給我,對不對? 這件事你猜是不是這樣呢?這個是豐然摩斯奇案的最新報告 多謝大家收看